有人說莫雷拉和蔡若翰是因為二進事件而反面 其實真的值得反面嗎? 只是騎小兩步而已 起碼隻馬還在 馬廚還在收錢 有什麼好生氣呢? 同樣的情況 馬會冠軍未試過嗎? 北極光試過 華麗活力試過不止一次 只是馬會沒有追究 沒有追究就沒有錯了 如果蔡若翰真的要生氣 那麼馬會冠軍騎懷的美麗掌聲 搞得要退役 騎懷那隻本來可以跑打比的安力寶 那麼蔡若翰有沒有生氣 還有莫雅 谷懷的風火箭推 蔡若翰會生氣嗎? 那隻醉眼光 臨死前搭田泰安下來 但是馬對上一次比賽 是被馬會冠軍騎的 那馬會冠軍是否騎壞了她? 那蔡若翰會生氣嗎? 這樣也不生氣? 那為什麼要生氣莫雷拉? 給馬會所以不生氣 馬會冠軍是不是? 這樣通不通? 有人說蔡若翰對莫雷拉有因 是的 不過還了 幫她做了那一屆的冠軍列馬斯 為了她 連浪漫勇士都不要 抱著那隻根本是 原來沒有資格跑打比的喜遇寶 還要被人笑她選錯馬 那還不夠嗎? 報恩報一次就夠了 所以如果說到生氣 蔡若翰會生氣 莫雷拉也會生氣 她說過 她爸爸早死 看不到她的成就 蔡若翰對她好 感覺就像她爸爸 她既然有這種想法 蔡若翰黏在潘頓上 她也可以生氣 不要說她小器 那隻自勝者強 贏了之後 那些評述員說 蔡若翰經常都煮飯 做好菜叫莫雷拉 去吃 另轉背呢? 蔡若翰就跟記者說 下次被潘頓騎 莫雷拉也可以生氣 不要說一個人對她好 她就不能生氣那個人 這樣是情緒勒索 說不通的 另外呢 方家柏有沒有生氣過莫雷拉? 那次莫雷拉擺烏龍 騎不到多巴先生 每個都覺得 方家柏是生氣 所以多巴先生在杜拜出賽 她都沒有找莫雷拉騎 到頭來呢 兩個在杜拜見面做了些什麼? 又攬又石 被人笑他們的短背 真是有趣 或者方家柏都收到風 知道有人以為她生氣 所以用行動證明她沒有生氣 不過這個行動呢 就激了少少了哥哥仔 好,這樣不成功 唉唷 清聰地 感谢观看